金牌作品居家運動偵測器 除了可以偵測引髮竹的血壓 脈搏量測等功能之外 也能感受到有無摔倒的狀況 如果不慎跌倒 第一時間會啟動GPS通知家屬 現場會亮起警示燈 避免遭遇車輛的撞擊 那在我們手機偵測器裡面 會有一個資料庫的部分 它可以同時間去感應 我們電視的運動的頻率多少 我們長輩在手網的部分 會有專測偵測器 專測偵測器的過程中 去偵測我們長輩今天運動的速度 幅度以及大小 它有沒有跌倒風險 然後它會照你偵測器的部分 去幫你加你調整動作 如果有錯誤 它會告訴你說 那你這邊需要再加強幾下 然後你有沒有跌倒下去 而且它同時間可以幫你去量測血壓 我們台灣現在也高齡化了 很多老人 可能再需要很多的輔助的東西 那又加上前一陣子 COVID-19的問題 所以很多老人也沒辦法出門 在家裡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做一些運動 所以我們就思考一下 老人可能在家裡做運動的時候 可能不容易就容易跌倒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 居家的運動的偵測器 不僅能夠偵測他身體的狀態之外 他人家跌倒的過程中 可能也會發出警報 然後這個可以連線給他家人 有時候因為家人不在家裡 可以透過這些連線的功能 讓家人也知道說 老人家裡運動的狀況 另外銀牌作品 銀髮足機車警報器 是結合了攝影機和警報系統 攝影機可以放大紅綠燈 警報系統以聲音提醒駕駛人左右來車 讓銀髮足機車時更能掌握路況 高齡化的時候會兩眼視差會增加 那兩眼視差增加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比較模糊的部分 那我們就把那個紅綠燈把它變大 然後用一些警報器的聲響 因為現在的電子化的系統是非常方便的 那包括公車到站都可以做提醒 那紅綠燈也是可以做這樣的提醒 那可以讓這些老年人 可以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 就是讓它因為它的機能而產生了一些誤判 銀牌作品古蹟安全警示系統 結合感知器物聯網 城市語言 影像傳輸等技術 可以自動偵測空間的溫度 濕度等情況 並將資訊傳送到雲端 系統判斷發生火災時 現場的風鳴器就會響起 也會發送警示消息到行動裝置 讓救災更加的及時 煙霧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有溫度感測元件跟光明 然後煙的濃度如果越高的話 那個光明的數值偵測會越高 然後把這個數值傳到雲端上面 然後煙的數值如果到達一定程度 會透過雲端的數值來推播到自己 那個行動裝置上面 這個發明是我們已經演化到第三代 從最開始的毛飛去做感知器 然後來結合我們的災害預警 到更進一步的多元偵測技術 然後再演化到影像的即時傳輸 那未來這樣子的系統 我們可以把它用到沒有人 沒有人在的場所或建築物 包含到一般山盤族的住家 或者是古蹟歷史建築的災害防護上面 2021第八屆高雄國際發明展 今年有來自28個國家 超過1500位發明人參加 大大學工學院師生團隊 勇奪一金二銀 成績相當不錯